近几年世界上不少经济大国开始研发数字货币 我国也在这条赛道上投入了研发 未来数字货币对数字经济将会有什么作用 接下来观点继续 这个数字货币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无论未来在一个单位结算个人结算当中 这个数字货币将来在使用当中 还会对整个的商业业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说一点就是我们今天用的数字货币 就是央行现在在七个城市里面 四点这个数字货币 那一天央行的那个谁呢 数字货币实验室的研究所的那个所长讲话的时候 他说是法币 那我们就明白无误的知道了 因为他过去他没说的话 我还不好意思说 他是一个什么 他是模拟数字货币 他不是真正的数字货币 那什么叫真正的数字货币 你得问数字货币的本质 看着在全人类在三千年历史上 如果没发现货币之前 人们的交易是实物交易的 那慢慢找到了一种黄金商品 谁都想要它 它成为别人交易的一个基准和等价物了 那么就问 在数字经济时代里边 什么是黄金数字商品 这是第一 所以数字货币 那现在看来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任何人都想要的那种流量单元 所以不是现在移动给我们收的这个流量 这不算 你必须对那种流量进行什么呢 进行评估树心增集回购担保托管制换 法律会计关联的单元化 数字区块链支持下的商业根服务器能完成这个过程 所以以后的流量黄金一定是从数字技术支持下的 什么呢 商业根服务器起来 它不是工程根服务器 是管理你那个技术和给你管理的地址的 它是给你价值单元化的 所以比如说珠三角地区 如果人家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 有了成十到成百个商业数字区块链支持下的商业根服务器 我们珠三角没有的话 我们把货币给丢了 好了这是数字货币的第一点 数字货币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数字货币的第二点是你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形成一个增量的资产 和纯列商业根服务器的资产 配对年性绑定 回馈怎么样呢 交易托管置换 超级收缩引擎 现在中国光有百度 光有头条的收缩 阿里的快客收缩是不够的 那好了 有了这个时候 你给它内置一个中央定层账户清洁算系统 把超级边缘算力算能和中枢外围算力算能的极致建立起来 数字货币就会内生在这个经济当中去 它叫inside money 内部货币 它即不是央行的M0数字货币 这是央行管理经济所需要的 而即不是商业银行所需要的M1数字货币 一定是数字科技金融中介创新创立的M2到M7的那种数字货币 我觉得什么呢 商业科技金融中介应该去做M2到M7去 你别撞M1或撞M0 看撞M0看比特币 比全世界的央行说几 做M1看阿里 你刚才开始做余额宝的时候 大家还欢迎 可是当你做花败的时候 你做了M1货币了 那四大银行反对你的力量度是特别大 你把人家的业务吃了 所以帕里托改进是 你不伤害别人而给经济能带来新的东西 所以我说呢 如果要发展数字货币 一定要找M0、M2到M7之间的货币 怎么有效跟M0和M1去对接 你就会出现什么呢 兴旺发达的技术进步探图 要不然你处处是坎坷 到处你未归 有一位哲人说过 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 是不值得过的生活 我们来审视一下整个数字经济的发展 现在我们要审视数字经济 在未来的发展当中 它所存在的挑战 会是什么 我们要注意到什么问题 要避免它的发生 你看过去我们的生产要素里边 资本是联合型和领土要素 看我有一个一亿块钱 我可以买一个房子 买个设施 雇几个员工 把市场占有了 我滚动实体 这经济就起来了 可是在数字经济时代 你会发现什么呢 人力资本比货币资本更重要 因为理念超 原理念 原蛋的圆 不是原始的圆 原理念一出来的话 它出现了颠覆性的过程的时候 顶层设计 形成电磁数字资产 成本非常低 马上绑定一个账户 形成生产过程的时候 你货币资本资本资本赶它去的话得三年 它可能只要这一出来 它可能十八个月不要就够 所以一定有主意 所以一定有主意 人力资本超越货币资本 非常可能能够成为未来时代的引领联合级要素 换句话说 知识和创新 团队和理念 数字和电磁数码 会向 17世纪 18世纪 工业革命出来的时候 那种化石能源和车间内生产 替代 在土地上依赖太阳运行周期 形成的季节性能源生产 那种过程 数字时代 正在到来 你可不能慢 好 谢谢 太感谢了 很精彩